我們來找張宏露委員 聽說張宏露身上都只放兩千塊 今天我們來證實看看是不是真的 走 我們一起來看看 喂 大家好 我是魚小哥哥 我們好久不見了 魚小哥哥這樣叫好奇怪喔 我平常都跟你說 兄弟 大哥 所以我今天魚魚小哥哥 我也是小露哥哥 是 小露哥哥 你好 你好 而且聖誕節是迷路 我是小露 沒有啦 最主要是我就是 當了立委啊 當了什麼 這樣子就是說比較忙 就是時間就比較 比較緊啊 那你也看 我在立法院在值班 晚上在那邊被蚊子叮 你也沒來陪我啊 聽說你每天出門 都不會超過兩千塊 我的口袋就是 我可以掏出來給大家看啊 就是鑰匙 跟這樣而已啊 還真的欸 就這樣子而已啊 你看 可以讓你檢查 因為 一二 一千八 一千八 欸 兩百塊用去哪裡了 欸 我早上也要買個東西喝啊 做什麼的啊 吃一個早餐冷飯齁 跟誰一起吃 聽說有時候你午餐也都是 大嫂的愛心便當 家裡有的就拿來吃就好了啊 隔天中午就不用特別在門口袋啊 不然你就又浪費了啊 請委員想一下再說 我們要來幫他做個小測驗 他到底有沒有偷藏私房錢呢 馬上就會知道 怎麼還會有私房錢呢 那我們再來問一下 好 你再問 小鹿哥哥有沒有把私房錢 放在其他助理那邊呢 沒有 趕快看看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有沒有都會講 為了證明到底機器有沒有問題 我們來問一下委員 你是不是板橋德華 大家都這樣說我是板橋劉德華 那不是我自己說的啊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不出 你看吧 大家都說我的都會想 那剛好紅鹿委員呢 聽說有幫我們準備了一小段 聖誕的歌曲來為大家做祝福 那我們是不是來欣賞一下 紅鹿委員的聖誕準曲 風富富翠 想起吃過 真正在乎美 你有一大堆 也有運動的 也有紅鹿菜 也有糖跟放肋 實在有夠多 新年輕 愛吃太絕了 禮貌一堆地 也有運動的 也有紅仔青 也有湯仔麻煩的 實在有夠多 真愛拿 真愛拿 最後我們還是要客問一下 好 真的是2000塊 這 我跟你講這2000塊 已經是我這10年內 又從1000變2000了 好 今天我們還有準備了 精美的小禮物 這兩個 一個簡單的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讓大家勤起手 這也是一個肥皂 還有一個可以讓大家 變跟我一樣漂亮的東西 變跟我一樣漂亮 我就不敢說了 這個是讓大家變漂亮 這是一個面膜 我們準備了精美小禮物 你的提問是什麼呢 第一個 就是剛測謊器 想了幾次 喔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說 很多人在虧張紅路的綽號 到底是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呢 謝謝大家 喜歡的請按讚分享 還有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大家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